500毫升 冠状精度在1% 下面我来为大家进行连组产品的演示 一个是50毫升 一个是500毫升 首先我来演示50毫升的瓶子 后面的冠状链 一定要调早 一定链50毫升 4964 这里技术表前世 4964是50毫升 已经调好了 平口对准灌状嘴 好50毫升 再来一次 50毫升 这样就灌好了 下面灌状500毫升 调节后面的调节旋钮 往前面调 调到一定的数字 所对应的500毫升的量 气缸上有两个节流法 前面是调节灌状速度的快慢 后面是调节气缸回程的速度 然后我们继续 冷气采用 活塞式弯端 结构 简便 合理 操作 快捷 方便 好 99839 灌状500毫升的瓶子 对着 灌状嘴 好 链还有点 足够 然后面 好 9164 放转速度有点慢 调一下 链接着滑 好 500毫升 再来一次 好 回程速度有点慢 然后后面 链接着滑 速度就快起来了 好 两个五个 我们的灌状链 非常的 好 左边这个是两种选择 两种方式的灌状选择 一个是点动 一个是自动 这边是集挺开关 下面我们来演示 自动的点动方式的转换 好 我们把它调到自动 自动关转 好 按起停 它就停住了 这是两瓶 自动关转好的 500毫升 好 把它调回点动 打开集挺 接下来 就是随机配件 有活塞的密混圈 转滑的密混圈 灌状嘴的密混圈 这些都是随机一套 完整的 另外备用件配给 配过去 这是工具 一整道的工具和螺丝刀 以及说明书 本具是用于食品 化妆 医药 日化 等行业 高体 液体物料的灌状 是 这些行业 灌状 灌状高体 液体物料的 最佳 明显的灌状设备 是中小型企业 首选的 灌状 明显设备 谢谢大家